最近演藝圈不僅有MeToo 還傳出性愛影片外流事件 恰恰時日出席代言活動 透露還曾經遇過這樣的恐怖情人 但我覺得再多恩愛 我覺得還是不要拍啦 但是有時候很難阻止 有時候一頭熱就轟轟烈烈的時候 又會下去 不知道耶 就人生就是這樣嘛 計畫趕不上變化 不然你想怎樣 就是這樣順著錄成的感覺走吧 要拍就拍 就是保護好自己 如果到時候要跟你怎樣 就跟他丟口氣 我是會反擊的人 今天我什麼東西 雖然是自願或者我開心 可是你如果把他當成 利用對我做出傷害的工具的話 我跟你講我不是白白講的欺負了啦 妳懂嗎 我講要我 我給妳訂購金 我給妳輸贏啦 有遇過這種威脅的嗎 早期啦 20歲了 我都上法院了啊 我整台電腦都沒有報出來 把他拿斧頭砍掉了啊 整台手機也被我全部弄掉了啊 然後他才會告我什麼偷竊嘛 偷電腦那個人 早期那恐怖情人啊 那吊虎離山之際 跟他說要騙到外面去 然後趕快叫索將去開門 把東西全部拿出來 裡面電腦被我清空 重灌 然後呢手機被我砸爛了 不過欸 我還要演耶 演他講說我愛妳 我愛妳 然後跟他親親 然後把他手機直接摸掉摸走耶 很累耶 女生真的要學會保護自己啊 而常常聊到好友酷炫偷拍事件 也公開了他私下真面目 那我自己對酷炫 我是覺得他是一個滿好的人啊 因為我們合作很多次 他還幫助我很多 是很好的人耶 而且是非常聰明的男性 那也是很照顧人的 我覺得他基本上沒什麼問題啊 而且他也沒有說什麼人設 我成情 成情男啊 對啊 不是啊 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可以度過這一關啊 女生你不熟 我完全不認識 因為反苦的 反苦的妹都大概就是 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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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種 就是可能大奶啊或什麼的 要漂亮要漂亮什麼的 我比較不熟 我到底看男的 我到底看妹幹嘛 所以我不認識他們 我認識妹幹嘛 所以不要認識半個妹啊 不要認識我妹 我只是男生 哈哈哈哈哈哈